我们有胆量主啊来做这个教学法的操练 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老师 你一生都在教导我们 主啊真的感谢您的结果 让我今天能够从你那里的力量 主啊真实也有信心 知道主你所教的他们的中心的完成 感谢你听你的祷告 我们也说我们祈求 阿们 没关系 我也是不坐这边 你会打 你打着呢 你哪这个 这是你的 对啊 好老师 帮忙我把它弄好 好 管子 这里 这桌子也只是打 这打人吗 这扮人吗 放它 放它 放这桌子 这就不行 有太阳 你说 对 对 要把它挡进 让我们放进 让我们放进 我们尽量做这里 那我们打 我把洗 背拿了 对 就洗 把这就是上的 没关系我们就要时间 下去也行 Dynamics也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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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祖内平安 平安 神要给我这一次操练的机会 我今天要讲这个主题 就是说耶稣和我 在没有讲之前 首先我想请教家 先看这个,他说 你所认识的耶稣是谁呢 约翰福音17章3节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之都 这就是永生 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 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那我们在维讲课之前 我想请大家用一个 每个人都用一个形容词 或者是名词 来形容你所认识的耶稣是谁 好不好 好,开始先开始 欢迎 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 嗯,OK 很好,还有 好,我见 耶稣是弥赛亚救主 所以弥赛亚救主 那个谁呢 你说 那那个 你说 基里生的 我当 我说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她说 是 你的救主 弥赛亚 是 阿梅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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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斯 她是 她是我们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生命呢 我也是觉得 跟阿里斯一样 是我生活中的主宅 生活中的主宅 孔老师 耶稣是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那我们 今天我们先来说 我的 这个题目叫 耶稣与我 我选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一章 一到十五节 十四节 十八节 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 我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 读一下 耶安 太疚有道 道是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疚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祂造的 生命在祂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就不接受 道成肉身 神主 神主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 正是赴独生子的荣光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赴外里的独生子 将祂表明出来 首先我要讲一下我选这个题目 这一段经文呢 当然它主要是讲了耶稣是谁 耶稣与神的关系 还有耶稣与我们的关系 那我选的这个主题就是说 耶稣与我 好像看起来好像似乎有点牵强 因为里面的内容不是很多 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 因为前一次听到那个蔡牧师 蔡牧师讲到的时候说 我们信耶稣不仅仅是为了得救 不仅仅是为了上天堂 我们信耶稣主要是为了要什么 是为了要得着生命 要一个永生的生命 那我在服事当中呢 我也看到说许多的肢体 他们也就是在他们的这个音量当中 好像说仅仅就是为了得救这些 而且有的信了几十年 都是在讲的就是得不得救的这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与生命 与耶稣生命上的联合 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个题目 而且在这里头呢 也是重点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里头呢 我们知道刚才读的七一节经文当中 是这样三个问题 一个耶稣是谁 耶稣和神的关系 还有耶稣和我的关系 那我现在不是我讲话 我想我们分成三个小组 自由结合 现在是一二三四 六个人 正好两人一个小组 你两个人结合为一个小组 第三个题目 你一个小组给一个题目 然后呢你就在这个经文里面 你找出来 耶稣是谁 你自己找出来 耶稣和神的关系 耶稣和我的关系 好吧 我想这个呢 我们用三分钟的时间 自由组合来认为 就就立吧 就立就立 然后你们选择一个代言人 把你们讨论的用纸写上来 然后代表他一点 好吧 你们考虑 王爷你们选 师父你们选哪个组 先选先好 选一个题目 耶稣和神的关系 耶稣和神的关系 他们领了耶稣和神的关系 保健的 你选哪一个 你选 你们你和谁一个组啊 我和基建修 你和基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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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人 我和三个人 那又是老师 那又是老师 我是摄影 还是摄影 还是两个人一个组 比较好 在讨论 他讨论 保健你选择哪个 他那个耶稣和神的关系 保健你选择哪个 那个 师母他们选择 你选择哪个 我们选择 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那孔老师和艾丽丝你们选择是耶稀和我的关系 我们用三分钟的时间你们想一想 然后用读一下 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不会跑到其他经文里的 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开始 我再把经文放一下 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你这里有人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我们不要跑到其他经文里 就这几节吗还是 就这几节 其实很多 你可以在里头找到这三个文件 耶稣是谁 耶稣和神的关系 还有耶稣和我的关系 找到你 你们就写下来 洗法言 你们自己确定一个 我发现什么关系 我发现什么关系 就是 耶稣在太初就有什么方法 耶稣就是神 这把我太初就有什么方法 都是借的 耶稣造的 我们的关系是神在我们中间 是在我们中间 它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 是这一段吧 充足满满的有恩赐 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有光 正是父亲的父亲 是父亲的父亲 恩有赐和有光的信息 对吧 他跟我们的关系 不同的会隔离的 是吗 对 他永远要有多种关系 因为有关系的话 我们是他造的 对 有关不是他造的 就是应该怎么办 他跟我们的关系 他跟我们的关系 就是我们的关系 你们是分享什么 咱们分享了耶稣是谁 咱们分享的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 对吧 耶稣是我们的光 人的光 对啊 对啊 他是我们的光 是人的光 我们的人的父亲 对啊 耶稣是耶稣的父亲 对啊 对啊 是人的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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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是讲他 是我们的关系 外面再给听起来 对啊 还有呢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 是 耶稣是我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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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出带我们出现 应该怎么办 对啊 那是出带我们的 耶稣是父亲 所以说实在 reflection 是我们的 还有一个人生命的光 嗯 但是所有神 就是 是吧 还有这种造万物的 因为 一个 一个 从来没有人见过 他是 通过 此人 只有在父怀里 下一人 将他表演 这也算一个关系 它是跟神父的关系 但他们也表明向我们的关系 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工作 他跟神的关系主要是 主义的关系 也有同等神的地理 你们讨论你们讨论你们的关系 你们讨论你们讨论我们讨论 他们讨论耶稣的关系 我们讨论耶稣跟我们的关系 是一种内神的 对吧 就是神的 对 然后又是被造所有被造主义的 等下你代表我们 你代表说 我代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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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好了啦 第一个耶稣是谁是哪个主打 是宝剑长 宝剑长 耶稣是谁 我们讨论耶稣是谁 第一个耶稣是谁 耶稣和神的关系 耶稣和神的关系 耶稣和神是同等的 太初就有道 道与神同在 现在是他们的位的不同 所以他也是神的独生子 但还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 神造万物也都是借着耶稣造的 哎呦 我想这就是他和神的关系 也很好啊 要哭到 IENIS 我来 耶稣和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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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住在我们中间 耶稣是我们的光 耶稣 他也是仇生 他也是在父怀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 刚好,不大。 我们刚才把分成三个组,大家都讨论了。 而且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把这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找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先在用五分钟的时间,把这三个问题, 看看圣灵中到底是怎样来讲的。 我刚刚选了约翰福音一纸十八节,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地位。 他是约翰要写给普世读者看的一部伟大史诗的序曲, 也为他所记得耶稣一生揭开序母铺成的主题。 那么我在这十八节里面,我又精选了这七节。 我觉得这七节呢,又是整卷书里面的重重之重。 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是谁, 耶稣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与我们的关系。 我们知道耶稣是那宇宙的主宰。 也是约翰写的这本福音书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中心人物。 他告诉我们没有世界以前,也就是太初就有了他, 从宇宙的创始就在那里工作了。 他成为人生,人的身体,把神为世人的计划, 向我们匆匆足足地显明出来。 而且他向晨曦驱散了离民间的黑暗, 照亮了整个世界。 所以耶稣他是来自天上的光。 天上的光在人类的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 为什么?目的是什么? 是要照亮黑暗,掌权世间一切所受造的物。 因为他说,世纪约翰说这是真光, 他要照亮黑暗中一切的人。 他就是那生命,要从为罪所充塞的人间驱除死亡, 凌入一个有永生盼望的新时代。 我们看了,刚才耶稣是谁? 在这里头我们把它标明出来, 红字就是里面所显示的。 耶稣首先是道,耶稣是神。 耶稣是借着他造,就是说他是谁呢? 是造物主,是创造主,创造以作万物。 他也是生命,这生命又是什么? 是人的光。 他是父的独生子。 而且这独生子是在哪里的呢? 是坐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这里头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耶稣是谁, 刚才大家也都说了。 这里我把它再归纳起来, 就是道,神,造物主,生命,光。 这光不仅是人的光,是真光, 是生命的光,是世界的光。 他是神的独生子。 那我们先把这几个讲一下, 道,什么是道? 希腊语原文为logos, 它就是说智慧或理智,公义言语, 远远还有这些意思。 那英文本呢,圣经译为word,就是话语。 中文本logos把它译为道。 这个道呢,就有冲塞天地之理的意思, 也就是有言与说的含义。 那这里头说道成肉身, 其实就是重点讲的耶稣的神性。 耶稣成立人来到世上, 是父怀中的独生子。 独生子就是唯一的儿子。 独生子他是讲到主耶稣的他的神性。 他有完全的神性。 那我们看到, 约翰为什么要用道来形容主耶稣基督。 约翰所读的道呢, 他的观念与其他的宗教都不同。 与这个希腊哲学, 与这个希伯来的经典,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端叫勒斯底主义的所谓的道呢, 都是不同的。 约翰所形容的道呢, 它是什么? 刚才我们从前头说, 耶稣是谁的时候,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这个道是什么呢? 这个道是有位格的。 这个道呢是太粗的, 起先就有了。 这个道呢是具有创造性的, 因为它创造了宇宙外物。 这个道呢也是有启示性的。 为什么说它有启示性呢? 因为在十八节说, 道是父怀中的独生子, 他将什么? 他将神怎么样表明出来。 它是一种启示, 向我们启示了神。 所以呢, 他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看说, 约翰他把这个道呢, 他是把这个希腊的, 犹太的, 以及其他的一些观念呢, 都变通, 以及把它转化过来了。 其实说, 我曾经看见有一个解经家说, 约翰之所以用这个道的话, 就是考虑到可以让希腊人, 犹太人都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个词。 这样的词。 所以他成为呢, 约翰的一个独特的解释。 那约翰用这个道, 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神呢,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 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向人说话。 向人说话。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主耶稣就是那神。 约翰一说五章二十节说,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所以说道说, 道就是神。 我曾经在讲这个的时候, 底下有些同学他就不太理解。 他说, 难道是有两位神吗? 他说耶稣是神, 那耶和华呢? 耶和华也是神。 难道说这是有两位神吗? 所以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赵物主, 赵物主我就不讲, 大家都知道, 创造宇宙天地的。 当时就是在前面的时候, 创造天地的时候, 《创世纪一章一节》也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就跳到底下。 就是起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神创造天地, 然后神的灵运行在上面。 那约翰一书三节说,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西伯来书一章二节就说,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以他为成寿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祝世纪。 所以这一切的经文都证明说, 主耶稣其实就是那, 原来起初就与神同在的, 他也参加了创造的大功。 所以讲到, 这里我就讲到说, 神与耶稣的关系。 神,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是这位神呢? 其实这个词前面没有定块的词。 他表明什么呢? 道与神两者是原为一, 并非道是道, 神是神, 彼此分开。 其实里面就暗示着说, 神的身位乃是复苏的。 好像说他是有个他们, 好像是个复苏词, 但是他是其中的一位, 是神里面的一位。 所以神与耶稣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是一种相同, 相别, 和相交的关系。 说到相同的关系是什么呢? 同尊同容同等, 有相同的神性, 权力, 地位, 同时也是同时存在的。 因为在太初就早已有了, 有神就有了, 耶稣就有道了。 那么相别是什么呢? 这里谈到一个是, 为个不同。 刚才我们王毅的小组就说了, 是一个为个的不同。 一个是圣父, 一个是圣子。 圣子是在哪里? 是坐在父怀中的独生子。 这里头实际上就看到一个三位一体的神。 三位一体的神, 可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说, 无法来感受, 到底这三位一体, 一位神里头三个位格到底是怎么说。 我曾经看过这个, 有些解经家是说, 他是用水, 冰, 还有蒸汽, 用这种三个形态来形容三位一体的神。 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些不太恰当。 但是这一次在准备这个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说, 坐在父怀中的独生子。 这样一想一想一想三位一体, 是不是就很直观了? 对吧? 神本身就是个灵, 那圣父是神, 那圣子是在哪里啊? 坐在父怀中的, 这个位格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讲说, 这里头说, 他的不同, 一个是位格的不同,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工作的不同。 圣父他是计划者, 那这个圣子他是具体的什么? 执行者, 到成了肉身来执行神的计划。 同时一个是猜浅者, 父猜浅子来, 子是什么? 被猜浅者。 然后看到他们的关系呢, 相交相容。 圣经里说, 父在子里面, 子在什么? 子在父里面。 而且说, 看见子就是看见父。 我以父怎么样? 圆尾仪。 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那个。 另外就是神与人同在。 神道成肉身, 就是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界上。 那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住原文是什么呢? 是支搭帐篷。 是支搭帐篷。 那么耶稣, 他把他的身体作为帐篷, 住在我们中间, 其实就表示了什么呢? 表示了神与我们同在。 因为耶稣的另一个名字叫什么? 以马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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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示神与我们同在。 神在不同的时期, 是以不同的方式与人同在的。 你想想, 在旧约的时候, 神以什么方式, 表示他与以色列人同在。 王健。 神以有这个, 一个是, 会幕。 对, 会幕。 还有呢? 一开始是什么? 一开始是在天上。 一开始, 说话。 以色列人, 到了出埃及的时候, 首先要打造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东西代表神与他们同在? 在圣所里。 约会, 对吧? 约会, 会幕。 然后什么? 会幕底下, 开始大灰要造什么呢? 所罗门要造什么? 圣殿。 对不对? 那圣殿以后什么?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造世上。 现在主耶稣到天上去了。 是谁来了? 圣灵。 圣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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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是以不同的形式, 表示与我们同在的。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 圣灵, 在菲利比说二章六节说, 主耶稣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道与神同在。 是让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起到有什么作用呢? 他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 就是我们从主耶稣身上可以看到的吗? 我们原来看不到的神。 是不是? 原来神好像在天上离我们很远很远。 主耶稣来了, 实际上就看到了主耶稣, 就是看见了谁呀? 看见了神。 看见神。 以往我们福法之道的, 天上的奥秘。 但是主耶稣来了, 这些奥秘都怎么样? 向我们揭示出来了, 对不对? 以往我们没有听到的这些东西, 主耶稣来了, 我们都听到了。 所以说主耶稣来了, 是将神, 神的儿子将神怎么样? 彰显出来, 彰显了神的什么? 荣耀, 还有呢? 彰显了神的什么? 性情, 彰显了祂的什么? 公义, 祂的慈爱, 祂的怜悯, 对吧? 祂的饶恕, 将神的性情, 都丰丰富富的展开出来。 所以我们讲, 他这里又说, 主耶稣来, 他充充满满的, 充充满满就是无所不在, 无处不有, 单人的恩典和真理。 恩典我们知道, 是不用付出代价, 可以白白得的赏赐。 不但这样, 而且是恩上加恩, 恩上加恩就是, 不断的添加丰盛的恩典。 荣光也就是荣耀的意思。 这有个东西, 我不知道怎么去掉了。 这个东西怎么去掉了? 放一下, 到处放一下。 所以这个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里的独生子, 将它表明出来。 约翰福音十四章三节, 耶稣就是斐利啊, 斐利, 耶稣对斐利说,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贤给我们看呢? 所以, 父, 子将父, 真的是丰丰富富的, 彰显出来。 第三个就是, 我们看到耶稣与我的关系。 首先, 耶稣与我的关系, 它是我们的生命。 生命, 这个生命在约翰福音中, 一共出现了三十六次。 出现三十六次。 那这个生命, 我先问大家, 我们人活在世上, 我们的生命,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空气。 还有呢? 水。 阳光。 还有呢? 水。 还有呢? 食物。 你看看, 这四样的话, 主耶稣是不是都给我们匆匆满满的带来了? 是不是? 首先, 主耶稣借着圣灵将生命的气息和活水赐给我们。 他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永到老生。 主耶稣也对撒玛利亚夫人说, 他说, 你喝这水的时候还会渴, 你喝我所赐的水永远不渴。 他要在我们里面形成什么? 形成泉源, 只永到永生。 这是讲到圣灵。 而且, 耶稣他自己就是生命。 约翰对我们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怎么样了? 就没有生命。 第三个我们看, 耶稣他就是永活的生命之量。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娘。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 永远不可。 而且他还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他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属灵的生命, 靠什么来喂养? 靠神的话语。 靠神的话语。 这个话, 是不是活的? 是。 有没有能力? 有。 是有能力啊。 因为神的话大有能力, 能改变人的心。 神的话到你的里面, 你承认他是活的, 他是活活的, 他就会在你的里面做工。 我特别相信这句话, 只要把一个人出了事, 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到这里来, 我就是把话给他。 话给了他, 他读进去的时候, 这话就在他里面起了作用。 我举个例子, 我们那个服侍的一个小组, 有个精神分裂症的这样一个病人。 他一发病的时候就狂躁, 心里就非常的那个, 那个发躁嘛, 要那样。 我就说, 我说, 医生给你开药, 我也给你开个药吧。 这个, 诗篇一百三十一天。 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 中大和彻不彻的事, 我也不敢去做。 我的心在我的里面, 就好像什么, 断了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抱, 平静安稳。 这是我给你开的房子, 你早上读五遍, 晚上读五遍, 你还借着这个祷告。 真的看到他说, 哇,慢慢慢慢, 他安静下来了, 他就安静下来了。 这是什么? 这是神的话大有能力, 在他的里面能够改变人心。 而且神的话什么? 是活活的, 如两刃的剑。 他能把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都怎么样啊? 显明出来, 对不对? 神的话也是医治的良药, 能医滋润人的什么? 白骨。 白骨。 我特别喜欢诗篇中一间, 一句话说, 当你夜间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就好像里面买了什么? 骨髓肥油, 感到非常的满足。 非常的满足。 所以我讲说,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要靠神的话语来喂养。 因为它是灵奶, 因为它是干粮, 对不对? 你每天不吃, 你的灵就干枯了, 就干枯。 生命为什么不会长大? 为什么没有生命? 是因为缺少什么? 缺少神的话。 另外底下说, 生命是基督的赏赐。 主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怎么样? 得得更丰盛。 这是我们讲到生命, 生命非常的重要。 重要它的生命的滋养, 就靠神的话语。 所以我一直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 我说属灵生命的成长, 不是什么呢? 它是没有捷径的。 你不要想一下子, 就长得很大, 这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什么? 一步一个脚印, 脚踏实地的, 慢慢去走, 慢慢的靠神来带领你。 这是第一个, 它与我们的关系是生命。 第二个, 这生命是什么? 刚才经文你讲的, 这生命是什么?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象征着正义、真理、审判。 西伯来人认为, 神像明常伴随着灿烂的荣光。 它是生命的光, 是世界的光, 是真光, 它是真光。 所以这里头, 我们看到说, 诗篇三十六篇九节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 我们得见光。 我们就得见光。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 光对我们人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光指导指引人生的方向, 是要叫人行走在一人的道路上。 诗篇时间, 我没关系,继续吧。 诗篇我真还好操。 对于这一点, 我深有体会就是什么? 我就觉得说, 我就是那主耶稣放下九十九十只羊, 去找那一只羊。 我说我就是那一只羊。 走足找到我的时候呢, 是在他的时间, 他认为最好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五十岁姓祖, 你们是白鱼师。 五十岁是我人生中一个关键点, 我就是一个坎。 为什么说一个坎呢? 因为五十岁的时候我要退居二线呢? 退居二线,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退休前的准备, 就是说你把你的位置让出来, 让给别人。 你呢可以说不上班, 但是照拿工资。 五十五岁正式退休。 当时我就感到很慌, 一直是工作狂, 突然让我下来了, 不工作了, 我说我干什么? 我说我不能整天吃吃喝喝的, 对吧? 谢谢, 我说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说人活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也就是正在这个结果眼上的时候, 我女儿怀孕了, 要生孩子了, 就叫我上美国。 叫我上美国啊, 后来第一次, 第一次那个, 就是叫怎么来到, 面试就是叫签证啊, 第一次没有签过, 一点没有签过, 哎呀, 我女儿说没事, 你再约, 签第二次, 第二次。 她说不要紧了, 你不要害怕, 我这个人是从来没有什么其他的信仰的, 什么也不信的, 奇妙了, 就突然就开始拜神了, 这是像保罗说的, 为师之神啊, 我就说神啊, 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有你的话, 我说你这签证的时候要保守我, 签过去你知道吗? 后来第二次去签的时候特别的顺利啊, 特别顺利, 那签证官就笑着跟你呢, 就这么聊聊聊聊聊, 他就把你签过去, 签过去后来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到美国干什么? 突然想起来说, 要到教堂里面去看看, 你说这些想法我都, 真是太奇妙了, 后来那天正好是星期六, 星期天我女儿住的地方, 对面就是一个教堂, 我女儿在那里, 是英文的教堂, 我都不懂, 但是到那里头就被那里吸引, 首先是被那赞美食吸引嘛, 哇, 这赞美食太好了, 他都是英文, 我也不会英文啊, 但是他把那本丢的时候, 我就是真的是跟那唱下去了, 一点一点唱下去了, 我感到很亲密, 后来我说我要上教会, 后来那个Margaret, 谁叫Margaret嘛, 他说你要不要还来了, 我说我不想到你们这里, 我说我听不懂, 我要到中国人的教会, 后来他就介绍着基督六加码, 其地上就把我带过来, 带过来, 我真的是每次听到都感到扎心, 哇, 我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 所以我说一个卡, 怎么, 我就是认识耶稣, 我就感到说哇, 人生其实还可以活得这么的有意义, 为服侍神, 显示神的荣耀, 所以这一头他就是说, 真的是有一个带领你, 带领你, 他就是指引你前面的一个方向, 而且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 我知道人生的意义,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人活的究竟是为什么, 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能够很清晰的知道的, 另外我们看, 资言师母二十章二十七节说,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见察人的心, 他这个光又有照明的作用, 是将人的罪恶显露出来, 当光照的时候, 人就能知罪, 认罪悔改, 我初心的时候, 在上了一个基奥真理课, 长老讲到罪的时候, 长老问我说, 你是个罪人吗? 我说, 我当时要刷一下, 我当时要刷着火轻, 就算了我, 我不是罪人, 我哪是罪人呢? 我不偷我不抢, 我也没有杀人发猛, 我怎么是罪人呢? 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但是后来有一天,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受洗过了以后, 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 突然神就光照我, 哇,让我看到我的里面, 真的是污秽, 不满了污秽。 你说圣经上所说的贪婪, 骄傲, 恨人, 奸淫, 十十多罪, 以前我认为说, 这跟我是根本就没有关系。 但是当他光照我的时候, 我看到, 哇, 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罪人。 我不爱把表现力, 但是我的里面怎么样啊, 藏满的够。 当时我真的是痛苦留替在神的面前。 我说神啊, 我受罪人。 我说我愿意, 你做我的救助。 也谢谢你, 能赦免我的罪。 所以这个光, 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它是人的光, 照亮我们的黑暗。 但是圣经中说, 光来到黑暗中, 黑暗怎么样啊, 却不接受它。 这里头光和黑暗, 是两大主题。 是约翰弗命中, 反复强调的两个主题。 那黑暗是什么呢? 我问大家, 黑暗是什么? 基地兄。 黑暗。 黑暗代表什么? 黑暗代表着, 应该, 我想应该是地狱才。 因为很黑怎么看不见。 代表着地狱。 代表着地狱。 我问长老, 杰瑞长老。 黑暗是没有光的地方。 对啊。 光照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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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 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见不得人。 见不得人。 光影呢? 黑暗呢? 黑暗就是, 好像一个, 可以隐藏罪, 可以隐藏罪。 可以隐藏罪。 都像我们常常把一个石头, 有的时候小的时候。 在这个圣经里面, 黑暗代表了两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黑暗呢, 是代表了对耶稣的那些黑暗的势力。 是由撒旦掌权的。 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五十三节说 撒旦则是黑暗的权势 撒旦是黑暗的权势 刚才我们读了诗篇三十六篇九节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有的见光 另外黑暗有代表什么 最重要是代表罪 代表罪 是非基督的无生命的逼迫教会的 在黑暗中行走 就是在哪里行走 在最终行走 那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说 那在黑暗中行走的 不知道往何处去 罪将黑暗带入人心 不知道神是谁 也没有兴趣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的那颗心是什么心啊 石头心 是完整的 是刚硬的 所以说整个世界都陷入到黑暗当中 撒旦劫力使人留在黑暗里 因为刚才我们基地中说了 黑暗就代表着地狱 对不对 黑暗里面就意味着什么 死亡和阴间 死亡和阴间 那么神创造万物之前 首先创造的是什么 第一天是什么 就是光 就是光 所以基督呢 也把人的灵性的光带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看到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能够怎么样 认识神 被这个耶稣的光光照的时候 这个人就可以认识神 并且能够寻求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就好像约翰福音九章讲一个 生来就眼瞎的这个瞎子 对不对 主耶稣不仅医治了他肉身的眼睛 看不见的眼睛 而且还使他里面的什么 心眼怎么样 亮了 心眼亮了 当主耶稣说 那医治你的就是你的 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立刻就服服下摆说 我信 你是我的主 就跟随着他 所以我们要得着生命 就要怎么样 就要得着光 就要来就近光 就近光 那么在第二句说 黑暗却不接受光 不接受光是什么意思 照字面解释说 光持续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能胜过它 或者明白它 吞灭它 就像这一个蜡烛一样 黑暗里面 你点燃了一个蜡烛 这个黑暗能够把这个蜡烛的 这个光给它捧灭吗 不能 不能对不对 反而是这个光越照越 照亮了这个黑暗 穿透了这个黑暗 穿透了这个黑暗 所以我们看看 黑暗不能接受光 这是讲到说 整个世界 它都是抵挡主耶稣的 约翰福音一章十节到十一节说 它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它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它 它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导不接待它 导不接待它 这个世界 是指宇宙万物这个世界 但是呢 在约翰的解释里面 常常是指 那些敌对耶稣的 那些黑暗的实力 那这个自己的地方呢 不是指它的犹太教 出生的那个民族 而是指呢 它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 它来到自己 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世界 自己的人导不接待它 自己的人就是指它的 这个犹太的这个民族 犹太的民族 所以我们看 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有没有住的地方 才生下的时候有没有 他是在哪里 在马朝里 而且他两岁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到两岁了 他被谁追杀 刚出生来 西律王 西律王 当他三十三岁出来 传道的时候 又被犹太人怎么样 定死在十字架上 那黑暗不能胜过光 黑暗并不是说 这个黑暗 不能那个 这光啊 不是因为自己的人 不接待而消失 黑暗不能胜过光 这个主要的意思是说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 还有一部分怎么样啊 是愿意信他的 是愿意接受他为救主的 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接下来就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子 而且主耶稣还有一句话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怎么样啊 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一粒麦子死了以后 就会接触更多的子弟们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这个 主耶稣是谁 主耶稣与神的关系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看 我与耶稣的关系究竟如何啊 既然讲到 主耶稣对我们如此的重要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光 那我们都应该 很好地反思一下 我与耶稣的关系究竟如何 我总结了有这样三种关系啊 通过我接触的这个信徒 第一个是什么 生命联合型的 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 这我不多讲 大家就知道 还有就像诗篇一篇的二到三节 他怎么 奏业思想神的话呢 对不对 像一棵树栽在在洗水里面 爱时候结果 耶稣也不枯开 葡萄树和枝子 主要是讲到 与耶稣生命的联合 十五章五节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这人都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第一种是生命上的联合 常常需要主耶稣的喂养 主耶稣的喂养 常常在生活 这也是一种生命中的经历 我们认识耶稣 不仅仅是头脑上的 知识上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生命上的经历 生活中的经历 你真正的经历到神的能力 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救赎 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上的能力 我原来在 在国内我讲到或者是做教导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是偏重于真理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应用是不行的 主要关键是这真理要与生命相结合 后来我就又增加了应用的部分 使他们能够达到平衡 那么在上海的时候很多的信徒都没有这样灵修的习惯 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不能缺少神的话语 要建立起灵修的习惯 要建立起来 如果建立起来 其实说也是提个要求的 我说你每天都要读圣经 那怎样来检验你读圣经 你读密读呢 你就从你今天读的经文里面 你选一节你最喜欢的 也就是神向你说的话 你把它在群里把它贴出来 你贴出来了 大家也能够共同的来分享你的领受 大家的经文都不同 大家就可以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造就 所以我们有两个群 一个是以马内力群 还有一个生命群 生命群 这两个群他们都是 每一天我只要打开 就看到他们各自的经文都出来 我就知道英文中的哪个篇 而且他们在读的时候 遇到这个经文说我不太明白 他就会在这上面直接的问说 怎么样这句话是怎么讲的 我就给他解释了以后就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就感到说非常的受益 这是一种说 而且在生活当中 也特别是有一种应用 第二种是什么 我想说是一种松散型的 松散型的是什么 就像阿拉法灯一样 需要他的手一打开来 对吧 阿拉法阿拉法 我今天跟你要什么 是吧 有需要才来找神 没有不需要就不 就不找耶稣了 好 这是阿拉法灯松散型 还有一个贸合神力型 什么叫贸合神力型啊 他也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啊 各样活动他都参加 非常的积极 非常积极 他就是那种是属于说 在教会里他就是基督徒了 但是回到家中了 他就不是了 好像只有在教会中他才是基督徒 这是贸合神力 神力型的 真是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 都成为生命联合型的 另外我就想说 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 你是传的得好处的福音 还是传的得生命的福音 往往我们都是在传得好处的福音 好 得好处的福音 我就是说这个信仰 是与我们个人紧紧的练习的 是个人的信仰 所以为什么说 与我有什么关系 不是说与人有关系 与人有关系 好像是饭饭的 好像跟他们跟我没有关系 你必须要跟我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我一开始的时候传福音 刚出信的时候也不懂 就是得福的反应 传这个得福的福音 得好处 你信耶稣会有怎么样 这个好处那好处 有工作啊 什么病啊 得医治啊 什么什么 后来我发现这样的一个福音 真的是会给人造成一个误解 你禅的不是真正的一个 一个救主 耶稣基督 好 我常常听 有些人他原来生病了 生病就说 哎呀你生这个病 耶稣能够救你 他真的能救吗 他说你去 你去你的病就能好了 结果到了教会以后 几个月 病没有好 病没有好 他就不去了 他说你不是说能好吗 我没有好啊 但我不相信你这个了 所以这就好像说我看到那个 马代福音里主耶稣批评那个法律赛人一样说你们走遍阳海大陆去勾引人入教对不对 最后你你的他们你这个这个后果就是要加倍的 更加的更加的加倍 所以像这个成功神学 就是一个传得好处的福音 所以我们讲 我想说我们传福音要什么 要传一个得生苦的福音 也就是十字架 不是基督徒什么都好 是基督徒就没有苦难 所以我在传福音的时候 曾经停了一段时间 我没有传 我就在思想 我说我到底要传一个什么样的福音 后来我想到说我现在常用这什么 我说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这个信仰跟那些信仰都不一样的 我们的信仰是得生命的 是改变人生命的信仰 你看主耶稣他不靠一枪一炮 怎么样啊 上了这个世界对不对 他不是靠一枪一炮 是靠什么 靠他的生命 是他为我们死 所以我们信了他的时候是改变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你生命改变了 你家里的关系也改变了 你与丈夫的关系改变了 你与父母的关系改变了 你与子女的关系也就改变了 重点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改变 你不要想改变别人 你改变不了他 你改变的 你能改变的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 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想我们要传福音 就是要传一个得生命的福音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这就是要教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教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以他的名得生命 这已经解释了 两分钟 因为要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就不要讲了 我就把教案讲一下 好的 没有啦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样 往下 有人说 我没关系 很重要的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我今天就講一個,我覺得這真是,一會兒你們看他教案你就知道,就是很清楚,那我想真是得到了教學法的一個真正的要領,那他的時間分配我算了計算一下,開頭的時候花了十分鐘大家討論,然後中間三十分鐘最後的那個, 最後應用也差不多有十分鐘,那這個是一個完整的上課,對吧?完整上課五十分鐘很好,但是我們今天說的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在教學法裡面要學習怎麼做教案?你們看他的教案的時候你就知道,他在家可以,或醫療給你們都可以,或者用WeChat給你們 他的家裡面呢,開手的時候三分鐘,然後中間正題是十二分鐘,後面是五分鐘,剛剛好符合我們在這個課裡面要求的二十分鐘 那為什麼會後來搞到五十分鐘呢? 不是,這個很容易,很容易變成這個問題,很容易不會超過,為什麼我們要操練你們要用二十分鐘? 就是說你將來去教課的時候,你知道嗎?你有一腔的熱血要告訴學生,但是學生未必各個都能夠在那裡聽你,把你的一腔熱血講完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定要遵守時間?這個是我們做教案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 你的重點可能很多,但是我要把我重中之重,OK?講出來 時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就一再的強調說,內容很重要,但時間也很重要 所以不論什麼聚會,你想你在公司裡面,單位裡面開會,有沒有人願意做內,替一個人從頭到尾講 講的永遠不休息都沒有,所以我們真的要學習 今天那個結合真的很好,本來我們是預備有兩個人,但是結果一個人,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老季,如果你可以的話,下次也一起,我們看時間 所以王毅,你也不要壓力 我沒有壓力 就照你的準備去做 我可能就需要一個輔導老師幫忙 你或者你微信給我 我想我們學習兩項學好,不是要怎麼講呢 我們都會去教導 在我們教導裡面,我要重視什麼?我要得到怎樣效果? 這就是我們最主要要學的 不是說我今天,因為上文課我就一百分了 真的只有主給我們講 好,我們一起這位接受 主,感謝你 主啊,今天真是看到堅弘他認真 他也真是把你所交付給他的 主,真是認真的教出來 主,我們也知道我們人都有缺點 我們有不斷的改進的一個空間 主啊,幫助我們做一個真正懂得學生的一個老師 真的,我們所有的教導都是以學生為出發點 主啊,真是幫助我們懂得怎麼做學生 也才能夠知道這個教導 也把以後幾個同學他們還是要繼續的來這裡做操練主啊 給他們信心,給他們勇氣,給他們你的亮光 給他們你的所教導的一切 讓他們能夠吸收,能夠發揮的更好 感謝讚美主,謝謝你聽我們的禱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